不能说 易小语成的脾气知道真相 一定会杀了我的 不说是吧 那我们听听你妈怎么说 萧总 输掉的五百万我明天就还 你再借我一百万 肯定能翻盘的 钱我可以借给你 但是你必须告诉我 卡扯司机为什么会替苏云顶罪 他是苏云的亲生父亲 自然愿意替他顶罪啊 如果苏启山知道 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替别人养孩子 他会不会把所有的罪都灌在你身上 我说 我说 萧总 苏启山把买雄杀人的事扛下来了 当年孩子确实是送到了福利院门口 但送没送进去 他也不清楚 把苏启山送进警察局 收够苏氏 那苏云呢 他处心积虑 不可能不知道孩子在哪 把他放了 找人盯着他 对了 纪北的行踪掌握了吗 他订了回国的机票 登机前临时取消费往了巴黎 之后的行踪还在查 纪北是故意的 让人去医院遁守着 通知案部全员出动 不惜任何代价 找到孩子 是 纪北 你什么时候回国的 你怎么不叫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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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